在这段时间里,武汉的疫情让每个人都很担心,尽管形势非常严峻,但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人民团结一致,努力抗击这一流行病,作为娱乐圈有影响力的明星,他们都在一大早就采取了行动。 一些人捐了钱,一些人捐了材料,还有一些人发了视频来鼓舞医务人员,他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帮助武汉。 据统计,娱乐圈的明星捐赠总额已超过5亿,捐赠的物品不计其数。 在此期间,广受赞誉的韩红及其基金会为武汉募集了3亿多捐款。其他明星也捐赠了数十万至数百万。 透过明星的捐赠,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气氛。那就是道德绑架。许多明星因为没有达到网民的期望而被责骂。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,拥有高收入是一回事。但是一个人不应该用道德去绑架别人。更不要说和别人比较了。每个人的想法都值得尊重。 仔细数一数。在这段时间里,许多明星因为他们的捐款而被责骂。黄晓明和杨颖夫妇起初捐了20万元。但他们被骂了。 并追加了80万元以平息事端。喜剧演员郭东霖因为武汉疫情而停止更视频。结果。网民质疑他捐了多少钱。最后。他别无选择。只能公布捐赠凭证。 郭东霖在视频中写道,一个人的身体疾病是可以治愈的。但是如果他的心灵出问题。良知被摧毁。这一切就真的结束了。可以看出。郭东霖对这些道德绑架行为非常失望。 慈善是通过爱赚递积极能量的行为。如果他改变口味。那些给予爱的人将会真正寒心。 邓超和孙丽是这起事件最惨的明星情侣。这一次。这对夫妇向武汉捐赠了30万元。但是你得到了什么?满屏都是谩骂。 1月25日。孙丽最近更新了微博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安全。然而。这些评论被网民们攻击了。评论的内容无以言语了。整个评论充满了戏谑和讽刺。一些网民说,娱乐圈出了名的铁公鸡,20万不如不捐。留你自己买个包吧。也有网友声称他们不是道德绑匪,说实话。 他们不是道德绑匪。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孙丽夫妇。自从你们相处融洽后,我就喜欢你们了。但是现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。作为一个普通的班专人。我也尽我所能向灾区捐款。 我从没想过你们这些赚国人的钱。却吝啬到如此。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在娱乐圈里最喜欢的娘娘一家。仍然有许多这样的评论。邓超的微博评论也是如此。看到这些内容。 人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令人毛骨悚然。以及他们是如何因为捐钱而被责骂的。因此。一直很活跃的邓超和孙丽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他们的微博了。 他们应该对互联网上的舆论环境完全失望吗?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这样对待。事实上。邓超和孙丽都是娱乐圈的正能量明星。他们通常做公益事业。都很低调。早在11年前。邓超和孙丽就捐了90万元。像这样的公益活动还有很多。但是这对夫妇从来不宣传。 他们这样保持低调。就要被欺负吗?我希望有些人真的变善良一点吧。那么质疑别人的那些人到底捐了多少? 好感谢。 我猜。 未来吓得谢谢。 復允 thrids。 初到我们 scripture都 Aaron create一次吧。 bustra来至于什么? nd不论巨 这位 wrestle当快。 不妻。 就看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